哈喽大家好 我是羊羊羊皮的一妹 今天我特别特别想吃肉 最近在网上看到的几个视频 特别特别宽的那个脆皮猪五花肉 大半夜刷的真的给我馋的 哈喽的流一整的全湿了 其实作为一个美食博主 早前应该给大家展示一下我的美食实力 在之前100元挑战的时候 就有很多很多的评论还有大幕说 哇 杨敏尼手艺好好啊 你们发现的太晚了 作为一个正统的美食博主 我不仅仅会吃 我也非常的会做 所以今天我就打算挑战一下 在家自制这个脆皮五花肉 能不能像网上那些人教的一样那么成功 我就买了一条巨大的五花肉 我在市场里面选了半天才选到这么一条 又宽又厚 它带着这个皮 最终的这个重点就是在这个脆皮上面 现在简单的把它加工一下 看看能不能做成功 先把这条长长的五花肉冷水下锅 下入煮肉四件套 葱 姜 大料 花椒 再倒入少许的料理 水开以后再煮10分钟左右 这个肉就可以出锅了 我现在这个屋里全是肉香 说实话就这个肉 就拿刀这么拉一小块 整个碗里面放点酱油 那儿蒜末 这就一蘸往这儿一吃都好吃 首先第一步 在这个猪皮上面 戳一些小孔 下一步就是改一下这个刀 把上面这样切成一块一块 那你一定要注意底下这块不能切断 皮这个位置还要连在一起 切了花刀以后就是这样的状态 太烫了太烫了 下一步就是调一下它的量 蚝油手续 但是这个蚝油的量取决于我们甩的力气那么大 大家一定要自己好好掌握 生抽手续 看这哪儿是手续 可以吧 老抽一点点 我还有两个极端 盐手续 外国人搞得最不清楚的就是中国这个伎俩单位 一桌 桌就是三根手指 两根手指就要一捏 来一桌 白糖手续 一般做肉的时候都要放一点点 去腥提鲜 混合烧烤料 然后把酱料和肉充分的混合起来 哎 当年读书有这个热情 清华北大应该不是什么太干化下来 然后我们静置两小时 一会儿放到空气炸锅里 好 时间到了 我们现在把这个肉用锡纸包起来 把它裹成条 然后上面这个肉皮 然后我们用厨房用纸擦干 把白醋淋在这个肉皮上 铺上一层 这个是烤盐 不温烧烤 这有那个感觉 下一步就是把它放到这个空气炸锅里面 强行的把它塞进了这个小小的空气炸锅 我不会折腾这么半天翻车吧 你觉得可以成功吗 但是紧张 第一次做这么大菜 感到200度 加热20分钟 我总感觉好像已经有肉香了 高兴的小舞厨 下跑了 同志们 悲惨的消息 现在这应该是一团马赛克 通过马赛克你们都能看到它多黑 翻车了 这是一点碳啊 我明明按照它教我的方式去做了 但是最后做出来是这样碳黑的 这太夸张了 而且特别硬 这不是脆皮五花肉了 这石头五花肉 完了 发皮球了 完了 尝一下味道怎么样了 这个肉的味道没问题 我这一点火太大了 成功了70%吧 这条我就包菜把它处理了 明天我们再试一次 明天就去买了一条 现在想吃肉的欲望空前高涨 一定是那个空气炸锅太小出了问题 这次我换成烤箱 严格按照网上的标准之行 如果这次要是再不成功 我不做美食博主了 前面的补兆补编 这次蒋肉放入靠下 烤箱还刻意 蒋严密取掉栽子放入靠下 这条 看见我们这一团马赛克 它没有失败 它没有失败 同志们 还是很成功的 而且你看它这种 这种弹在这个感觉这边 太成功了 听着酥脆的声音 我还配了一碗螺丝粉 然后我还就是这个猪油 烤了一盘蒜 还准备了一碟泡菜 哇 Fantastic 我们刮起刮起 主要这个东西 它真挺难的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简单 因为最后要做出来这种 酥脆的声音 这个特别难 不过火大了就会有点黑 其实我这个边边上面 还是黑了一点点 可是如果火小的话 它就会很软不脆 希望大家好好地看一下 各种教学视频 参考一下我的翻车的经验 再在家里尝试做这个好吗 最后再听一次它的声音 美妙啊 这个声音 这一块 太好吃了 它这个猪皮特别脆 这个位置是猪五花的肥肉嘛 吃到嘴里那个脂肪的那个苦感 牙齿咬下去那一瞬间 酥脆的那个外皮 再配上这个孜然味 特别重的那个瘦肉 这几个小时太直了 烤烤的时候其实没有拍 下面掉来那层油有这么厚 这个猪肉里面 已经没有肥腻的那种感觉了 这个太好吃了 给你尝一口 质香无敌 一点没有肥腻的油脆 对对对 真的出乎意料的好吃 快乐 啥也别说了 再来一碗酸臭的螺丝粉 酸辣酸辣 我眼泪就吃完了 真的太好吃了 再来一块肉 看到这个状态 然后配着这个螺丝粉一起 吃完了 太好吃 它酸辣粉太配了 这每切一次都是治愈的声音 我还看到他们有人吃的时候 说蘸着白糖一起吃 可能和口鸭鸭皮 蘸白糖吃 有异曲同工之妙吧 脆皮蘸糖永远的深 焦脆香甜 这美妙的夜晚 减肥什么都见鬼去吧 你也没有说过你要减肥 我说是你 没有点自觉吗 还有屏幕前的你们 踏踏踏踏踏辣子吧 就有一个你这样的朋友试问一下 谁能好好讲 我的名字叫羊羊羊屁地吗 大家问我屁地是什么意思 其实我一直没有告诉你们真实的含义 羊羊羊胖蹲 看到一天不复存在的 咱就是吃不胖好吗 看这个锋利的虾线看到没有 你们烤肉一定会吃什么呢 你给我打说一二三好吗 我心目中的第一名就是泡菜 看来它是虎皮的感觉 再加上一半烤蒜 一点辣味都没有 然后黏黏糯糯了 还是淡淡的蒜香 我今天有点太兴奋了 其实我以前不是这样了 我觉得不会在深夜干这种事情 但我有一个好朋友的爸爸 告诉了我一句名人名言 如果你有一个什么想吃东西 一定要马上去吃 这样如果你明天走在路上 被花盆砸死了 你人生中的最后一愿就是 我没有吃到那口脆皮五花肉 这太可怜了吧 然后你的灵魂就留在人世间 每天寻找着脆皮五花肉 所以当你想吃什么 不要犹豫 马上下单去点它 因为减肥是有机会的 被花盆砸死就 no way了 别说了 我怕我吓我吓我 我再夸张地吓我一跳 再来个菜煲肉 让泡菜 再来一颗烤蒜 嗯 这肉口 千斤难买 就一千块钱拍在这儿 都卖 我不给你吃 我就不给 一万呢 一万为什么不给啊 就做了 你傻子 吃这以后给一万块钱呢 我说你家给你做去 我还给人探什么店啊 我到处给人家送钱去 我又做的不比米其林好吃 这什么天才啊 又会吃又会做 学习还好 头脑还好 韩语又好 学历又高 长得还可爱 哎呦 哎呦 汉哥你膨胀了 就一个大杀器要来了 小如鲤摊了一张饼 好运来我们好运来 好运来带来喜和爱 好运来我们好运来 带着好运星王发达同四海 这得什么用啊 乔乔乔 老笔金金鸡肉卷 太好吃了 还气呢 我妈呀 太棒了 好好用 一张饼 一口都不打算给我留 感觉越来越放肆 恨不得从我嘴里掏出来 太恐怖了 刚刚挨一手指头 已经伸到这儿了 就晚上这一顿 应该可以胖五斤 太完美了 最后一块肉 把这个人骗出了门 把这个人骗出了门 都不死了 有必要的分得让我出来买肉 再给他做一次 没有吃饭 你就那么一小条 够俩人吃的 赶紧的走快点 快点 还你去 这边卖一顿我的 快点 走快点 嗯 这个卖的 那必须得有啊 给 一万 拍这儿的 你说的 一万 嗯 说人秘密 哎 没有 当时可没有说人秘密 一条肉 一万 我要点脸 我再要点背 对 我真的 这 这是猫 没有 起雾了 眼睛 是 是